被人家說拽 你會不會覺得 我不是 我不是 所以 就不會在乎 你有想過要改變個性嗎 比如說 楊乃雯 加油 我可以親切一點 那我們先從輕鬆一點的事情來 我們先宣傳演唱會 好嗎 我以為先投票 沒有 投票超緊張的好不好 我們先宣傳這個 魁威八年的演唱會 Mews Muse 10月22號 希望大家會來看 怎麼那麼可愛 平常大家會說什麼 平常會拿一個板子出來 然後就說 怎麼幾月幾號在哪裡啊 然後可能在哪裡售票啊 歡迎大家來喔 這樣子 對 然後因為他沒有帶板板來 所以我們也不方便 給大家看任何東西 你們大家就自己腦補 想像一下 但我覺得 平常疊字嗎 平常疊字嗎 我沒有疊字啊 板板 那你跟人家說再見的時候 我們要看到生氣的時候了嗎 那那個東西叫什麼 板子 你從來宣傳沒有拿過那個板子 我有拿過板子嗎 你 對啊 那他就沒有叫板子啊 他就說沒有耶 你喝個雪酥吧 沒有... 沒有嗎 我上次就跟乃雯訪問 我就說乃雯 我好喜歡你的歌 我都會在KTV唱你的歌 然後他也是很簡短的說 我討厭KTV 我沒有說謝謝嗎 你沒有說謝謝 真的嗎 謝謝 他說 所以你本來會煮飯嗎 還是... 我通常會做比較簡單的東西 除非莫名其妙的想要去嘗試 吃什麼東西 看起來其實是好吃的喔 對 但是看起來 看起來 我也沒吃到啊 吃啊 你問我啊 好吃啊 下一次可以親口吃到嗎 我跟你講 他誠實到 他真的不會跟你說謊 我只有幫我的男朋友們做過東西 好的 那我懂了 謝謝 他真的很誠實 乃雯 我教你喔 一般人就說 好啊 好啊 對 你可以說有機會的話 這樣 因為有機會的話 應該沒有機會的話 謝謝 那你會不會為一些很少的事情 自己在那邊生氣 比較寧可氣別人 你是說惹別人生氣嗎 不是故意的 對 但是如果今天講我的實話 會讓人家生氣的話 那我也沒有辦法 喔 了解了 我也沒有辦法 那請問你剛剛這一小時 有生氣嗎 你看不出來嗎 應該沒有吧 什麼啦 應該是沒有吧 應該是沒有吧 沒有啊 沒有啦 對啦 很擔心喔 我相信我 我生氣的話 你一定會知道 真的嗎 是 你是會大吼嗎 還是你會摔東西 我生氣的話你一定會知道 你不需要問我 我希望我這輩子都不要知道 我也是啦 我也沒有要知道 對 我覺得 對 你應該也沒有什麼機會啦 好啦 好啦